片片雾云从山上倾泻流下 伴随石桌街道透映出各式灯光 仿佛就像是琉璃仙境般的梦幻美景 这就是嘉义县竹琪香的顶石桌琉璃光云铺 而这千变万化的琉璃云铺 更是让许多摄影爱好者不远千里 慕名而来从屏东上来这边 为了看有没有琉璃光啊 拍过啊 为什么还在来 还会来 继续等啊 等到更好的啊 一到假日这里就放满脚架 等待晚间上演的琉璃云铺 而琉璃云铺可遇不可求 已经拍摄琉璃云铺超过十年的专家洪书伟建议 如果想来拍摄琉璃云铺 可以先来这里观察 在阿里山公路上有一只62K 63K的那个监视器 如果说上面那个监视器已经有拍到云雾了 基本上都可以上来看 因为琉璃云铺变化莫测 因此拍摄琉璃云铺的相机设定就格外重要 拍摄琉璃光的时候 我大部分会选择ISO低一点 然后让它曝光时间比较长一点 这样子的话 它的云铺形成的那个流线会比较漂亮 光圈一般流离光的话 我会设定在5或5.6左右拍 因为你越大光圈的话 它相对来讲对细节就会越模糊 但是你光圈用越小 相对它就是说它的反差会越大 所以我会比较习惯用在中间左右的光圈 入秋后平地与山上的温差变大 晚上形成低温雾气 随着平地降温而开始流动 搭配上特有的山形及街道的五彩霓虹 加上不同湿度温度 让顶石桌流离光云铺 更有着让人无法捉摸的迷人梦幻美景 新唐人亚台电视 蛇志成台湾嘉义报道